大家好 我是吳堪強 我來自於台南東山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的家鄉如何餵 世界孕育台灣餵 那在照片中所看到的是 我家族在這邊 世代務農的地方 這座山丘 我們認真看會發現它上面的樹 都一球一球的 大部分的樹都是一球一球 球狀的 這些都是龍眼樹 那台南東山呢位在於 台南的北邊與嘉義交接的地方 如果我們再把 鏡頭拉近一點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很標準的 嘉南地帶的樣貌 我們現在都用山海鎮 來形容這個地帶 從西邊開始是 沿海地帶中間呢 是嘉南平原 東邊呢就是山區 淺山地帶 兩百多年前 我的祖先 跟在地居民的先民們 跨海而來 然後經過平原 進入到東邊的山區 做開墾 討生活 那他們一進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會發現有連綿的丘陵 還有媽咪的山林 當我們走路山林的時候 我們看畫面的右邊 比較靠近人的這個樹呢 就是龍眼樹 那時候 滿山遍野的野生山林裡 已經有大量的龍眼樹在裡面了 那我們看畫面的左邊 這一棵樹是一棵龍眼樹 那這一棵龍眼樹 它即使長在邊坡上 它的根也牢牢的互助了水土 它的枝幹 樹葉 花朵 果實 都在眷顧眾生 這是兩百多年前 人們到這裡的時候 所看到的原生的風土 到了春天 春暖花開的時候 滿山遍野的龍眼樹開花 空氣中都是那個龍眼花的芬芳 還有很甜的氣味 所以也造就了我們去養蜜蜂的傳統 蜜蜂在採龍眼蜜的時候 也在幫龍眼樹授粉 所以我們有龍眼花茶跟龍眼花蜜 兩種作物的收成 到秋天的時候 入秋 龍眼樹結實類類 我們會上樹去採龍眼 那採下來的龍眼呢 我們會把它送到這個叫做 鬼招寮 被招寮的地方 去生產柴被桂園 每一招柴園都要花一個禮拜的時間 六天五夜才能夠完成 所以它是一個很低溫 並且長時間的製程 所以在我們的台語的語境裡面 產地的農家習慣說 背冬 我們不會說 航大 對我們來講 這是兩間完全不同的意涵 所以 柴被桂園它其實並不只是龍眼這種水果的水果乾 它更是一種台灣獨有的風味 台灣獨有的乾美 龍眼不只有台灣有 但是柴被桂園只有台灣有 如果要譬喻的話 黃豆跟稻米不只有日本有 但是我們想到味噌會想到日本 對我來講它是這樣子的存在 那三十多年前我們在龍眼樹下開始種咖啡 因為龍眼樹的遮蔭 可以提高咖啡的風味密度 所以一直到今天 東山咖啡還是這個地方很重要的標籤之一 那 桂園咖啡風蜜就在兩百年 桂飛蜜就在兩百年的這個發展中 成了人跟山共好的風味 這是由風土去孕育的風味 那兩百多年前 我的祖先們來這裡開墾的時候 因為要面對艱難的環境 所以我們發展出一種文化叫做 在畫面的右上角 人跟人互相協助互相作伴 到山裡面來開墾 因為要對抗土匪 因為要一起建立村莊 所以到今天我的家鄉 還有很濃厚的互相協助的習俗 那也因為要生產龍眼乾 我們必須住在鬼招寮裡面 它影響了我們對於建築空間的看法 還有對於建築型態的做法 我們以前為了採龍眼 會在樹上吃飯 也影響了我們如何的去使用我們的飲食 那因為這一切都是土地給我們的 都是山給我們的 所以也讓我們有很濃烈的 對山的謙卑跟感謝的心情 所以兩百年來我們從人與人放棚 也學著如何跟山來放棚 所以我把這樣的生活型態叫做造寮生活 那這是由風味去形塑的生活風格 那在當代呢 仙湖農場去做著許多跟在地有關的權勢 然後也在去積累很多事情 希望能夠交辦給下一代 像這就是伯家寮一家人齊居生活的空間 那我們把它衍生成呂宿的房間 那把伯家寮裡面的生活型態 凝聚成這個茶席的樣態 所以旅人住在這裡的時候 它是跟兩百年來我們在被製桂園乾的生活場景 是同一個框景的 那仙湖農場呢 它以行業來講的話 它算是休閒農業 那休閒農業我們有五個面向 食 樹 玩 買 賞 我們就以一座三圍舞台 透過食 樹 玩 買 賞 五個面向是全是剛剛我所講的 風土 風味跟風格 像這個餐廳呢 它就提供了我們以前在樹上吃的餐點 這是咖啡廳 我們把在地農作物熬製成果醬 加入到咖啡裡面 讓在地的風味進到當代的咖啡餐點裡 那這是剛剛聊到的旅宿 我們也透過農村廚房還有農事體驗 讓各位 讓旅人去玩風味 這是一個在店裡的花海 花海旁有一個小屋 裡面販售著當地的物產 以及桂圓冰淇淋 我們也把 滋養我們兩百年的三泉水源 打造成一個跟丘陵連結的地景 還有在台灣的丘陵地帶 最常出現的地形 驚 我們希望能夠發展出驚 也有驚的美麗 那這是一棵兩百年的大樹 我們透過一個平台 讓人可以跟它親近 這是我們試著在 休閒農業環節去做詮釋 而事實上我們也在努力的 在這三個面向上去做積累 第一個是農作升級 就是剛剛聊到的貴妃蜜三種作物 它有傳統的樣態 也有現代的樣態 而且它本質上 它是非常的符合當地的生態樣貌的 所以我們只需要做一些 合理的技術的整合跟改變 就很容易能夠達到 讓山林永續的農法 並且透過場域的營造 讓勞動力的負擔不再那麼大 我們希望透過做這件事 讓年輕人有信心回來務農 讓每公頃的毛利都超過一百萬 第二個面向是轉型研發 傳統的櫃圓製程裡面 有許多品質帶提升的部分 我們導入了現代的科技 讓它自動化跟智慧化 那希望這個風味可以走入全世界的餐桌 第三個呢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做的事情 會讓在地人感到驕傲 並且可以用這樣子的地域品牌要貌 來跟世界交朋友 所以我想分享的台灣味 它是風土的滋味 也是生活的韻味 那這些照片呢 都是在IG上客人他打卡 我們去擷取下來的 所以人們因我家鄉的美而來 但是我家鄉的美是由 我剛剛聊到的好所支撐的 那我們當代所做的好 也會交棒給下一代 所以我希望我們做的事情 可以成為台灣獨有的美好之一 謝謝